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全台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都是被迫改成线上的形式或是取消 不过台南有一所幼稚园的园长 为了要让学生人生中的第一场毕业典礼不留遗憾 因此就跟园内的老师们是一起打造了毕业专车 把这个典礼的现场搬到每位毕业生的家门口 行动典礼 典礼开始 园长随着动人音乐感行致辞 小小毕业生穿着红色学士袍 接受来自市长的祝福 但这场毕业典礼的地点竟然是在马路中间 娃娃车头摆上精致布景 车顶上还有毕业帽装饰 小小毕业生站得直挺挺 家长拍个不停 就连邻居都从顶楼记录下温馨时刻 我觉得老师很厉害 因为老师做这么多东西 学校很用心 在这样子的疫情下面 还可以办一个让小朋友 包含爸爸妈妈都很感动的 受到疫情影响 幼稚园小朋友的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被迫取消 但为了让学生不留遗憾 台南这间幼稚园的老师们开着毕业专车 将检疫典礼现场搬到学生家门口 孩子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不能就这样子默默的让这样子就结束了 三天的时间挨家挨户没户进行一个小小的仪式 只是影片一投上网立刻引发网友共鸣指呼也太用心 也让学生在疫情时期中留下了独一无二的难忘回忆 要拍啰 解红不齐台南唱不到